平安 平安 我們還有好一陣子 我們有這樣的方式來見面 我們剛才印證經文的時候呢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想到什麼 有沒有想到說 我們看到朋友是怎麼樣子的心情 如果是看到朋友的話 應該是開心的表情 因為朋友是怎樣 朋友 好的朋友呢 你們可以幫助我們 擴展很多的層面 那有人可能 可是在世界上要交朋友容易嗎 有時候不容易 所以有人會設定說 這是我什麼樣的朋友 這是我哪一方面的朋友 但是呢 我感謝主 我有一個非常 就是多面向 多的層面的好朋友 我覺得這是上帝祝福我的地方 好 那我們 講到說這個 跟我們今天要看的經文 有什麼完聯 其實我們剛才 我們的這一段經文是 非力 教會 那我們不叫教會 這兩個字 暴論 那個想到的教會 不一定是開開心心的 但是非力比這個教會是他所開心的 那如果想到就歡喜的教會 在那個上面凹的地方 非力比教會 有些教會 他是用父子 關係向哥利米多教會 那非力比的話 他稱為是夥伴朋友的教會 那保羅不一定去接受 其他的教會的資助 但是唯獨在非力比教會的時候 他接受這個教會的幫助 為什麼 這個教會是他想到就開心 想到就歡喜的教會 那麼你看非力比教會的背景是怎麼樣子 他其實他是一個 羅馬一國的駐皇城 也用福音的角度來講 就是歐洲福音的前哨寨 那裡面呢 有很多的羅馬的公民或者是軍人 甚至有怎麼樣子 這一群人他們可能是已經退了 但是還是怎麼樣子 還是著軍裝的在街上遊走 所以呢 保羅在三章二二十節的時候 跟他們講說怎麼樣子 我們是 我們這群人就是 我們是天上的公民 要有從基督來的榮 榮耀 因為當時候他們覺得怎麼樣 他們覺得村的軍人是有榮譽感的 我們也可以從Berry比較快的背景 他要得到什麼 得到的是說 這個地方他不是很吸引猶太 怎麼說呢 他只有祷告的地方 他沒有會會堂 這有什麼差別 有啊 會堂跟祷告之處是有差別的 會堂的狼 會堂要十個人以上 才能夠建立一個會堂 而且呢 假設這十個人沒有是南兵的話 還不能夠算是會堂 他所謂的會堂要十個以上 才稱為會堂 那我們剛才說什麼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誒 這是禱告之處 並不是會堂 但是保羅怎麼稱呼他們 這是禱告之處不是會堂 那保羅怎麼 一提到他們怎麼說 但是保羅卻認為他們是怎麼樣 他們是同心合意 心旺福音 在一章五節裡面 提到的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這一段書信裡面呢 他有提到說 他在堅裡面 在苦所當中 但是因為他們的友誼 使他們共同去經歷什麼 共同去經歷基督裡的豐富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說 他這個整個書卷的背景是什麼樣子 整個書卷的背景 第一個 我們從後面把它整理過來 從後面來看的是 他謝謝他們 謝謝他們什麼 謝謝他們在他 在監獄的時候 裁判一個童工 他在童工 以提到佛體來制度他們 所以這整卷書的 四章的十到二十節 謝謝他們 然後也怎麼樣子 在中間 那書信中間呢 他也怎麼樣子 他也 安撫他們 那些人 菲律比的弟兄姊妹 對 以巴伯體的擔憂 那我們再往前推 往前推怎麼樣子 往前推他也透過書信 他也透過書信 在十二一章的十二節開始 他也透過書信去告訴他們說 我的狀況目前是怎麼樣子 所以我們再往前推到 剛才我們一起唸的 一起跟律人的直視所 所得的這一段經歷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他要表達什麼 這樣子系統的真理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他要表達的是說 我一想到你們 我就是非常的開心歡歡喜 雖然是沒有 雖然是我們是分隔的 但是呢 是怎麼樣 是開開心心的 有沒有你的 想到這個人 想到你的朋友 有沒有經驗是開開心心的 甚至是怎麼樣子 甚至保羅還跟他們講說什麼 講說 欸 因為我們的 因為這幾點的關係 我已經看見你們同心合一 心旺福音 他用深信 其實深信其實是 我還沒有看見 但是我已經完完全全相信了 已經完成了 就在上帝國裡面 他已經原文的意思也是 已經完成過 過去的時間 但是已經完成 上帝 已經在這個事情上 動了 動了 那我們過去這兩週 我們透過千萬長道 我們來提到的是 我們起來服飾 我們預備 這一系列的分享 讓我們渴望我們的華語堂 邁向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我們要相信 上帝已經動這個功了 有沒有 有 有 深信 已經完成了 同樣的我們也想到是 這個善功不是指說 在團體裡面互相的交流而已 而是相信上帝要完完全全的 帶領 帶領他所做的事情 他用這句話來給我們做確據 不論是在我們在建造教會 或是在我們傳福音的上面 或是在我們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裡面 他用這個話來給我們一個確信在 那我們也聽到說 建造教會可能有分 有形的 外在的 外在的可能除了有形的之外 還有一些行政組織上面 但是無形的 其實是內在生命的預備 這是重點 預備 我們用這個蜜蜂來做一個比喻 我們都知道蜜蜂 它有不同的結構 但是整個不同的結構 組織 不用介紹 但是我們可以明白 它是一個社會群體的結構 那它的視角是很發達的高於其他的昆蟲 那我們知道說他們透過這樣子來彼此合作 彼此建造 彼此幫國 蜜蜂他們是怎麼樣子傳遞那個蜜圓的訓實 他們在同一個族群跟同一個族群裡面 他們其實是有 我們講暗號 那他們其實有一些生態表現 比如說透過舞蹈 透過什麼 來去傳遞我們這一個族群 我們已經蜜到 已經知道找到 蜜圓採花 採花蜜等地方在哪裡 那因為他們這樣子彼此幫補 彼此合作 所以他們採出很多 很好的經濟效益 你知道蜜蜂不只是採出花蜜而已 還有怎麼樣子 蜂黃乳啊 蜂蜂礁啊 等等一些經濟效益高的 同樣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教會裡面 我們在會堂當中 我們知道彼此團結 彼此合作 像蜜蜂一樣 你知道我們各個位置 是什麼樣子 我們教會要帶出大的影響力來 我們要如蜜蜂一樣 教會不只是安慰 CP值也是很高的 那麼再來講說 在團結合作的基礎之下是什麼 就如同 個人要二個章三節一樣 其實在團結合作之下 我們是贏的 這個基礎之下 還要有什麼 更深的還要是 就是謙虛 個人 自己 個人 自己 和別人比自己強 在這個基礎之下 有時候人家會說 謙虛好像是諾諾的表現 謙虛很像是諾諾的表現 結果我們這時候來講 結果大家會覺得 哎呀你這個人 看起來怎麼這麼諾諾 但是謙虛不代表是諾諾的意思 甚至在聖經裡面 我們可能會這樣子去誤解了 但是其實在聖經裡面 他們當時互主在 希羅的思想概念裡面 我記得我剛剛也提過 他們的概念思想 他們認為什麼樣子 他們認為 謙虛是怎麼樣子 其實是我剛才提到 懦弱軟弱的 只有庸人才會奴婢 奴婢的性格 才會這麼做的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保羅特別的提醒他們 要謙虛要謙卑 個人看別人比自己還要強 如果說我們都知道 要團結合作的基督之下 如果沒有生命 沒有降低的話 沒有讓基督的生命 進到我們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 帶出大的影響力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去帶出一個 上帝國的訊息出來 那你講說謙虛怎麼 謙虛也是會帶來恩典跟平安 其實恩惠的原文的意思是怎麼 白白的沒事 我們聽到說白白的 白白的 白白的 白白的有時候 我們都可以理解在生活當中說便宜不一定是好的 有吧 有喔 便宜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它這裡指的是白白的美是恩典恩惠 因為這白白的 雖然是白白的美是有時候怎麼樣子 有時候我們看 白白的感覺 不想要背後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是它這裡講的是白白的美是 而且是帶來怎麼樣子 因為你的謙虛會帶來白白的美是 還會使你帶來平安喜樂 不會看環境而擔憂 那因為這樣子我們剛才講的 團結合作跟謙虛可以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的教會的福音是廣傳的 所以我們說建造教會 建造教會不一定是在比恩賜比才華 比富有 而是怎麼樣子 而是我們是一群有從 耶穌基督來的心腸 而是我們也從耶穌來的心腸 來完成透過它來完成 祂要在我們這一群人當中 要做的那個極大美好美善的事情 那我們也可以提到說 我們有時候我們會怎麼樣子 有時候我們會像 我們剛開始說的 有時候我們可能是在教會 我們來做 我們身子在教會 但是怎麼樣子 我們的心 我們的頭腦 可能是 雖然是心在教會 那身子在教會 但是有時候我們的心 我們的頭腦 還是有用外在的價值觀 外在的世界觀 要去認知我們所認知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沒有辦法產出好的影響力 沒有辦法帶出 上帝要能帶出的訊息一樣 所以我們在說 我們在傳服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是指行政組織 也不是指外在的心體 而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遇到各樣的問題 因為你在生活當中 你要傳服一個通常是家人 逼迫你的是最多的 不是你的朋友 而是家人 會讓你有沮喪 會讓你有挫折的感覺 但是要記得什麼 要記得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要我們怎麼樣子 他要我們用信心去經歷 他的待遇 他的供應 而且怎麼樣子 在各式各樣的挑戰當中 因為我們遇到上帝知道 經常說的 他總不撇棄我們 有時候我們遇到 各式各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 信主人可能 還沒信主人可能 我們不知道 人的盡頭 是上神的起頭 但是我們信主的時候 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很容易陷入這種 沮喪 煩惱的情況之下 但是不知道 在曠野當中 遇見上帝 跟在副主當中 遇見上帝 哪樣的事 是比較多的 而且更是大的 更是美善的 那同樣的 有時候我們在 各式各樣的 你覺得那是患難 我們稱為挑戰 我們可以說 我們也可以 可能在各式各樣的挑戰當中 去預備自己 有時候的人遇到 患難的時候 可能就是很沮喪 灑灑的 就呆 呆在原地了 但是沒有 上帝要我們在各式各樣的挑戰當中 你用什麼方式 你用什麼態度 來成為你下一個階段 上帝對你的代理 在這個階段的主人 所以 不要忘記 有時候你看起來是挑戰 但是上帝在預備 我們也要記得 挑戰預備自己 我們要記得 上帝帶領人 不會 你是一個 愛主人 我們這邊都是愛主人 所以我們這個時段在這裡 我們沒有在外面有 有當 要記得上帝帶領人 不會帶領你到半途 就丟下你 不管 沒有 這不是 父親 這不是天上的父親 我們不是指地上 這不是天上父親的屬性 要知道 父 天上的父父把我們 完完全全引到 透過各式那樣的環境裡面 把我們引到那個 和他心裡最美善的環境 而且在這過程當中 去滋養我們 去建造我們 去鍛鍊我們 也讓我們成為什麼 成為愛的傳遞者 我們知道 我們透過各式各樣的環境 你的問題當中 或是你的挑戰當中 像你的愛 交換你 滋養你 但是也讓你在你的 問題當中 或者是傳福音當中 成為一個 傳遞者 我們知道 像在亞馬遜的 那時候有拍成電影 宣教士 他們進入到 當地為原住民傳福音 但是 那看起來是經濟滋滋滋的 犧牲生生命 但是因為 上帝傳回他們的 愛的滋養者 他們也帶出這個 傳遞者的訊息的時候 那塊地方 變成是有生命的 許多的宣教是 會不會是這樣子的 帶來人嗎 那我們提到說 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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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他很有趣 他在別的書卷的時候 他都用 像羅馬說 他是用比較嚴謹的架構 來談 但是在這裡呢 他用一個很真誠 很自我婆婆的方式 用我這個自我 自我婆婆的方式 來跟他們分享 去勉勵他的好朋友 他所認為的好朋友 要怎麼樣子 就像我們今天講的 要在愛心上面 有知識 有見識 有時候呢 我們基督婆都講愛 但是怎麼樣子 愛如果過多的時候 可能是 濫濫 有可能是 空談 甚至呢 有可能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有沒有 有可能啊 愛太多 有可能也會造成別人困擾 會 怎麼不會 會的 你們慢慢體驗 但是 我們也可以同樣想到 如果一個基督徒 一直講愛的時候 他沒有去讀經 沒有去閱讀的話 有可能他的生命也沒有辦法去擴張 我在看這個的時候 我想到 大概在七年前的時候 我聽那個王浩威 他用精神醫學的角度去分析 一系列的那個 我們中國歷史的一些著名人物 其中他分析到彭秀全的時候 我印象當中非常深刻 他覺得 嗯 洪秀全大概 他用精神分析的角度 來去說洪秀全這個太平天國的領導人 但是就我那時候在底下聽的時候 我自己會覺得說 唉 這就是 為主大發熱熱心有愛的基督徒 但是最終怎麼因為 怎麼樣子 我不曉得王浩威他是不是基督徒 他的分析跟我自己的那個想法 我認為說 唉 就是 因為 他 洪秀全一定是有經歷上上帝 與主相遇的過過程 但是我們與主相遇 從那邊滋養得到滋養得到愛之後 如果我們沒有透過更深的建造 更深的裝備 我們終究成為這個信仰的麻煩也好 所以我們常常說 得到聖靈充滿的話 我們要記得 我們是怎麼樣子 我們不要成為品夫之友 我們不要成為太平天國式的基督徒 我記得我那時候聽完之後 我自己心裡給自己這樣想 我們不要成為太平天國式的基督徒 他們也是為主大發熱熱心有愛 但是沒有擴張 這個人大家都知道 海恩凱 我不用再詳細介紹 他因為在意外當中疾病 所以他變成一個聽障跟視障 我們現在不能講又容又恰不明 聽障跟視障 他講他提到知識 知識是愛 光明是會帶來的意 我們必須在愛裡面 還要有這些東西在裡面 有這些東西 我們的範圍才會廣 為什麼 他後來是成了一個 我們講的 在他的領域 在他的身上領域當中 有很廣的服飾之外 他還成為一個慈善家 或社會運動者 他用很多的智靈 明明有提到 比如說 向著陽光 你的黑暗就離你遠去 那有知識 我們有時候 他就說有知識 有見識 有知識 我們能夠做什麼 除了有知識之外 我們還要有洞察力 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我們不是要學習 解決事情的能力 而是要學習洞察力 為什麼 這些兩者有什麼區別 我自己認為 我們都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洞察力的話 我們只學習解決能力 這個事情解決完後 又是一個循環 一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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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要洞察力 但是這個洞察力 不是我感覺 我覺得有一句話 滿跟大家分享 感覺不等於事實 感覺不等於事實 那事實 也不等於真理 而是我覺得在各項的數據 各項的東西當中 求神給我們智慧 有判別能力 有洞察力 去帶出如何傳福音 如何把福音傳給朋友 如何去建造教會一樣 如何去建造教會一樣 若是感覺 感覺上面跟我說什麼什麼的話 其實這會被感覺牽引著走 感覺是不等於事實的 事實也不是真理 那我們講到說保羅 很好的是什麼 他期待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是一群 有知識有建制有洞察力 可以去透過這樣去檢驗 他不是由自己去認認識的 而是怎麼樣子 而是自己主動性的 因為主動性 有這個洞察力 在禱告當中 主要求你給我有這樣的洞察力 讓我明白可以分辨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才可以確認那個 怎麼樣子 我才可以確認那個 美善的事是什麼 因為當時候他們還在討論什麼 他們當時候可能還在討論 父母的問題是不是真的 還是假的 假的 但是透過我們向主祷告 幫助我們去檢驗 去確認 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有一個認識的姐姐 她是衣營的行員 她說他們怎麼訓練 剛新進的員工 真操假操怎麼去試 不 並不是一直摸假操才能夠判例 假操 對 大哥說對了 是要一直不斷的 那三個月新進人 你就是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不斷的去摸真操 當你摸真操的時候 上手了 這個是真的假的 你就知道 而不是一直去摸假 假操來判例說 是假的 沒有 那是把一個主動性的確認 來去分辨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真實的 什麼是美善的 那同樣的 當我們去分辨的時候 我們需要帶出行動出來 在上帝給我們各個不同的人 不同的恩賜裡面 你跟你的朋友 跟我們這一群的弟兄姊妹 彼此配搭 去共同去 承接那個美好的事情 美好的上帝 美好的質疑 齊克谷是一個 當然很有名的神學家 跟哲學家 他在謙卑跟勇氣這本書裡面 他有提到 我們都非常熟悉的 他也這麼說了 像這樣我也有提到 那齊克谷也有提到 是說 福音並不是教條 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要帶出行動 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要帶出行動出來 不可能 你在傳福音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朋友怎麼 老師讓我熱眼偏能力 你可以為他禱告什麼 你可以為他禱告說 主啊讓他去分辨 讓他在你上帝的國有份之外 讓他去分辨 讓他去明白一些事情 而不是你一直去跟他講說 哎呀我的主有多好 有時候 這會嚇倒人 好像 我還沒有念神的那個時候 我很怕遇到 一種弟兄姐妹 但是他哄一哄就跟我說 感謝主 感謝主 為什麼 第一點 有一個層面可能 他真知道 上帝是完全豐富的供應者 感謝主 那這OK 沒有問問題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 掛在主邊式的 感謝主 讚美主 海魯 那時候我記得 我非常的害怕 不要講非常害怕 我看到我會覺得 趕快離得 遠一點喔 教條式的福音 但是真正的福音是 就是讓我們在品嘗過那個真實美善的時候 我們要帶出那個行動 以這個 以這個行動 我們要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 就像 他在後面有提到的說 也是我們一剛二十提到的是 我們都是天上的公民 我們要同心合意 怎麼樣子 同心合意 同一個心智 去領取什麼 領取 在基督裡面去領取那個 屬天的榮耀 在基督裡面去 去結那個美善的果子 我們要自己結果子 結人意的果子 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裡面有夾著了太多的果 太多人性在裡面 我有透過耶穌基督 透過聖明的帶領 透過上帝美好的計畫 一層一層的雕塑我們 我們才可以成為什麼 我們才可以成為這個完善的器皿 不要認為只有傳到人才是 不要認為傳到人跟長老 只是才是上帝國的器皿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不管你的年紀多大 上帝都把我們雕塑成為一個真摯 純淨專一的器皿 在我們的生理裡面 同樣的 在今天的早晨 我們把這一段話 我們也可以再一次的 彼此的勉勵跟分享 上面把他的榮耀 美善的是想在我們裡面 他已經想在我們裡面了 我們要不斷的去幫助自己 在基督裡面去行錯自己 是一個合他心力的 也是合一的一個群體 來去建造他美善的事工 在我們裡面 我們一起同心來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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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透過你的徒生愛子賞私生命 在我們裡面 因為耶穌基督 讓我們成為與你和好的基礎 主 因為聖靈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不斷的在基督裡面 去延伸去擴展你在創世以前 對我們的旨意 那種極美善的旨意 在我們裡面 祝你幫助我們 不斷的透過你的恩典 透過你的代理 主讓我們成為一個 你所喜悅的器皿 一起共同來成就 你在我們當中所要成就 美善的心意 美善的事工 主我們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名 阿曼 今天我們用這個